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个还是把小时候那些病啊 那些都全要清理 就进化 你这是进化打通 才是这个简单 进化通就通了 我直接你说你不想吃就不要吃 因为它要疏通 你前面这里边很多脉缺肝了 现在在进化再慢慢通 保持安心的心态感恩的心态 良好的一个状态 心情舒畅的是最佳状态 就是对你的这个进化还有这个 说通很有帮助 心通畅了脉才能通 什么事都没有症结没有治啊 就是没有情治 就是你心里边一下子别扭住了 那个气就别扭住了 你心通通畅上来 因为你感恩欢喜的时候 你就不会堵上 你要想说大家都对不起你就堵上了 要说人家对我都挺好 我就是做的不够好 你知道每次我们处于做任何事 我们要有一个正向思维的时候 就是你每一年都要有一个正思维 就是正向的思维的时候 除了是平时的不断的训练以外 还还需要功德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负面思维的 真的是好事来里 他还要想想外移 他总是有一个负面思维 在那儿 所以说有正向思维 并不是那么容易 每个人都是移 他这次卖移 导致正向思维 能够念念保持正思维 是比较空的 他需要一个修炼 就是平时绝造 不断绝造 修炼再加上功德 有功德的人 他功德回归的时候 他全是正向的 他就转了 聊了很多东西 都很清净 都很无畏 清净无畏 这个从意识上理解 可能还不太好 就是都如是 都是一样的 但对你是有差别的 对佛来笑是一样的 你如嘛 如如都是如是 这样轮回 他也是这样 你看着 所有的差别 其实是一 你看着是差别嘛 这些 如是性向体 就是出来 是如是是功德 最后佛 果未伤的境界 就是说明 你会得到如是境界 因为有 有因才有果嘛 是如是也是果嘛 你没有功德 你怎么能把业气转了呢 其实我们很多 很多人在修行过程中 无法受益 只是无法坚持下来 因为着想嘛 就是这个利他 自信啊功德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 别人不会认可你的 就算你利他 就算你做功德 有人也会怀疑你啊 有人也会 不接受你啊 不认可你啊 觉得你虚伪啊 觉得你自我啊 觉得 当然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还有些喜气欲望没进嘛 也会有绝受啊 所以在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你会感受到是 也会失望 更有苦呢 就会觉得很苦或者失望 或者觉得伤心啊等等 但其实你只要走过来 走过这一过过程 就像你踩着那种淤泥走 一旦踏过去 嗯 功德之花就开了 嗯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菩萨从这边走 没有从功德这块走 大臣道就是这样走的 所有的大臣菩萨都必须这样走 因为你不是走小臣 一旦走过去 功德一转 你功德圆满以后呢 你的业力逆圆跟业报就转了 转成功德之体 从死 就是性向体你都转 全部功德四线 功德一四线 就没问题了 别人的对你 就是别人对你的诽谱 别人对你的误解 都会通通夜宵云散 就是 而且你也就是很坦 坦然了就是安住了 心有自己也会安住 这个世界任何东西 你就是一切都是为了缘来做 反正有了缘的 有还在的 你去报恩 你去还债 你去了缘 或者是等等 都是为了 都是为别人在做 但是那个是借地在你的 安心的基础上做的 开始是你不安 你还得做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苦 当你最后安心了 那个时候就没什么了 反正是要做事的嘛 做这个做那一样 但是我做这件事 拿出我的世界经历 我在自己做的时候 还能同时 利益到别人的何乐不为 有些人做事 只能利益到一个人自己 有的人做事 可能利益到很多人 同样在做事 同样也是付出那么多精力 精力 还有时间 那肯定是做那个吧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成道者 就会很安心 就是你安心了 你做就没问题 不安心你就会有要求 我做的时候 我就想要求他回报啊 有一些他们也要感恩我啊 你看我做了 就好像他们不感恩 就会有 甚至有时候 会有对几个别人 有债友啊 要求啊 少少有时候 会有私信啊 自己还有一些 心理不觉受嘛 不舒服啊 或者等等 人家要不感恩 自己也不舒服啊 我觉得 因为你越做越多嘛 越做越多 说哎呀 你看谁也不敢恩 我 但是到最后 你会发现 你所做的 全是给自己挖回走 到有一天 因为立趟的时候 你是不想自己的 你形成一个 时间长了 你就慢慢忘我了 念念忘我 忘我 你把自己忘了 你知道有一天 你突然那个念头 回来的时候 你知道回来的是什么吗 就是 因为你已经忘我了 念念忘忘忘忘忘 忘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突然回来的就是功德 因为你已经习惯忘忘我的时候 当你修报圣的时候 一念一想自己的时候 你稍微关注一下自己 接受功德之光 就转回来 你会发现 就聚回来 聚回来的是功德 虽然你没要 你没求 但是功德一定会回来 你都不知道会有那么多 这个语发心很重要 有时候 发心 还要行 做 发心 发光发心 就做的过程 就不断地纠正发心 也要做 但一定要去行 有的人只想想 在三维 因为你到最后 转气面的时候 转夜节气的时候 把气要转成功德之光 你的生理上转化的时候 一定要行的 行菩萨道道 如果光想是不行 在一经上光想是不行 你要视线 视线在这个角度 一定要做事 你想到了就要做到 他才能功德 才能回来 就是在三维角度 这个角度视线出来 如果只在一经上 有时候想 只是在定境里边会视线 就不会在这个世界视线出来 因为你这个受肉体 是在这个世界视线的一个像 你要想在像上视线 你就得行 行到一定时候 菩萨道圆满 规格圆满的时候 你的像会改变 你的像就好端庄 很庄严 慢慢就圆满了 如果你有时间 这样修的话 可能会达到三十二八十岁 醒好那些 那些气面那些像敲出来 佛像 这些是法门来的 就是从慈悲性切入的法 就是 就是令他 时间久了 念念令他成为忘物 只要形成一个品质 你就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就是站在别人的 考虑问题了 你习惯性的 就一定是站在他 第一年一定是站在他的角度考虑的 就会把自己忘掉 咬成这个习惯慢慢慢慢 就是天长日久 到有一天 突然就回来了 圆满那一天 突然那个功德就反馈回来 原来你 你利他的时候 完了他那些东西 才能回到你这 就是一下子就转回来 但是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在这个路上是看不见 看不见你 就是功德子那些东西 回报的 看不见回报 很多人真的是不愿意按照佛说的那样走 真的走到一定 用不了 其实也用不了多久 只是我们太要 有时候要回报 尤其对我们在乎的人或者什么 他很容易 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嘛 就是 有时候你就像你给大街上付出的那些人 你说给乞丐两块钱啊 给一些其他的人 或者甚至捐一笔慈善啊 地震救灾 你一般不太求回报 但是有时候我就是送阿卿多花 我可能要想要他说两句感谢的话 他因为你在乎他 他不是你给他多少啊 我是举个例子啊 我没送过你花 就说哪怕我今天我买了一盆花过来送给阿卿 哎呀我也很想 可能我心里就觉得想让他说两句什么 或者他没有我就很失望 但是你可能做慈善 你买了两百盆花 你也没想着说要他一句什么 是吧 他那个人你 因为你在乎他 或者是在乎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很想这件事成功 很在乎的 其他的有些是你不在乎 哎成功成功无所谓 但是你很在乎这件事 你就很想做成他 如果做不成 对你的打击就很大 所有的都是 其实我们的苦呢 就来自于这些 在这件事上的东西 就是你在乎的人个是 其他的你不在乎 你付出也没什么 很多人无所谓的 就是也愿意付出 付出就付出了 记都不记得 但是你在乎的人格是 你其实有时候付出很少 你都很精进计较 写的计较了 但是那种计较 其实不是来自于 你付出的那些东西 是你要一些他对你的关注 或者他对你的那种欣赏 或者肯定啊 你是要他另一些心啊 要他的心 你是想占有那个人的心等等等等 这些苦难就一般 就会出现在这些地方 就是一般都会觉得受伤害了 他们又给你应得的 你要的那些东西 你就觉得受伤了 受伤害了 失望了 绝望了 等等都通这些东西来了 就觉得有时候 有的气量狭窄一点 也就会变得憎恨 愤怒甚至抱负 甚至怀疑 甚至冷漠等等就出现了 但是如果 如果菩萨道 能够把这一段走过来 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对你 你真的能够坦然的 是我自己 看着吃卖也有 有这些东西 我心里难受了 我知道 我既然我付出了 我就一个坦坦荡荡荡 我不求 我不求回报 人家给我 我感恩人家不给我 我不求 因为那是我自愿的 如果你能把这一块的 这个意念 叫这个 然后走下去 那个功德就很厉害了 这个人就很厉害了 当他收获的时候 就像你们现在 都是在播主 还没收获的时候 就是说 有一天你会 那个果一手 你就收获功德的 那个 那个果实就回来了 就开始收获了 那时候你会发现 哇 你无意中种下这么多东西 只要你的念头保持正 你 你收获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啥手种下的 那个果子就熟了 功德之果 你的气脉很快的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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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